好 看 你看 那个就是我爸 从他退休之后就整天泡在球馆里打球 那打球不是挺好的吗 锻炼身体 但是打球是挺好的 但是他每天到了饭年也不按时吃饭 然后呢 最近胃也不好 然后医生就说 你也要让他按时吃饭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你爸这个瘾挺大的 咱们对他这个身体 就上去把他这个球影给他戒一下 没事 教育我了 好不好 好的 好 等我 走 哎 你好 大爷 那个能帮个忙吗 什么事 就是我们正在做一个这个世界活动 就是这个主题 就是寻找一个乒乓球的那个民间高手 我看您这个架势 一看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要你找对人吧 我从六年就开始打球了 那你算是打了多少年了 哈哈哈哈哈 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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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你那个 您需要我找的权 谢谢你 那您看你那个方便吗 方便的话就是能跟我们一起做活动吗 可以 你想让我怎么配合你 大爷其实也很简单 跟你打一个比赛 然后回头把这个新的体会 我写到这个报道里面 就可以了 你看行吗 那简单 你上来我教你一句就可以 那谢谢你啊大爷 谢谢 那待会我们开始吧 好 好嘞 哇 哇 哎 哎 哎 哦好要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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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開 哎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咱那個差距圈太大了 咱 二十幾秒 但是圈太厲害了 就可以把東西打到 Fenway 哈哈哈哈哈 你不一定谁输谁赢呢 现在就是 答应你别管 咱打完行吗 好吧 打完吧 打完 小棕林就能玩 你听说过那个飞燕环潮吗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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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别笑 所以多吃饭 放电视频一脚 没有 没有 抖音